吃饭和睡觉可以说是人生的两件大事 人的一生有70%时间都在与床相伴 床垫的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 大多数人每天都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床上度过 更是有一些学生党们甚至可以一天都窝居在自己的床上度过 尤其是疫情期间 大家在床上度过了的时间就更多了 所以说选择一张舒适的床垫真的很重要 一张好的床垫绝对可以大大提高你的睡眠质量 特别是对睡眠质量有要求的朋友们和睡眠不好的朋友们 千万收下小编今天的这份安利 下面就跟着小编一起来看看如何挑选一张优质的床垫吧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常见的五种床垫类型 第一种 弹簧床垫 弹簧床垫是最为传统的一类床垫 因为它的价格相对比较便宜 所以也是最多人使用的一种常见床垫 这种床垫的睡眠表面更具弹性 对侧睡的支撑度最好 但是运动隔离能力非常有限 睡在弹簧床垫上你一般比较容易转身 因为这类床垫受到压力时 弹簧会立马反弹 但是如果你身边的人睡相不好 经常爱动 而你又恰恰比较异性的话 那这种床垫就会很影响你的睡眠质量了 第二种是记忆海绵床垫 记忆海绵床垫的主要材质是海绵 原本是为宇航员减缓太空中巨大压力而设计的试压产品 它具有很强的慢回弹性 比如你用手指往下压床垫 需要等几秒过后才能恢复原状 这种记忆海绵床垫没有任何压迫感 所以可以有效地减少睡眠翻身次数 也能让人更快进入睡眠 这种类型的床垫对许多有背痛或者关节痛毛病的用户 也是十分友好 可以大大改善他们的睡眠质量 海绵床垫由于它具有慢回弹的属性 动感传递少 而且人睡在记忆海绵床垫上时 容易陷入一个坑 翻身没有那么容易 所以通常翻身不会影响身边人的睡眠 但是由于身体会陷进海绵里 所以也非常容易觉得很热 不过现在也有很多新的产品加入了凝胶的版本 据说是可以调节温度 记忆海绵大多是用聚氨制制作而成的 所以有些产品可能会有化学品的味道 小编这里建议大家要放置24到48小时通风后 再铺床单使用 第三种是乳胶床垫 乳胶床垫是当下最受欢迎的床垫之一 也是许多家居产品打出来的最大亮点之一 乳胶床垫具有防满虫和抗菌的特性 分为天然乳胶和合成乳胶两类 天然乳胶本身散发着淡淡的乳香味 里面充满空气 弹性极佳 它的支撑性比较强 贴合度也比较好 但是价格偏贵 而且不可水洗 不可曝晒 即便保护得当 用个三五年也就氧化了 合成乳胶的制作材料 来自石油中的PU及PE成分 属于化工产品 性能和天然乳胶相似 但是环保性较差 产品参差不齐 它的优点是耐用性稍好 贴合度也还不错 价格相对便宜 但是透气性一般 这类床垫软硬适中 适合大部分人群使用 但需要注意的是 乳胶过敏者不建议使用 需要偏硬床垫的老人和青少年 也可能不太适合这类床垫 第四种类型是混合型床垫 混合型床垫就是将 弹簧床垫和记忆棉床垫 或乳胶床垫合二为一 床垫底部以弹簧床垫为支撑 然后再铺上记忆棉层或乳胶层 混合床垫的透气性和支撑力 都非常不错 它大大改善了传统弹簧床垫的 不舒适性 功能更加齐全 第五种是可调节充气床垫 这里说的充气床垫 不是普通充气床垫 而是指下部有类似于 弹簧层一样的气势层支撑 面上配上舒适的缓充电的床垫 这类充气床垫可以实现 软硬程度调节 床头尾的升降调节 有些床垫还具有播放音乐 智能按摩等功能 比较高级的床垫还配有遥控器 或者利用蓝牙连接手机APP 进行无线操控 这种床垫的技术成本较高 所以价格略贵 不过 这类床垫一般比较保值 因为很多时候只需要更换 表面的缓冲层 就可以继续保持最佳的舒适度 当然 这类床垫也有一个很大的缺点 就是电浆声音有点大 如果想在半夜调节的话 可能会吵醒身边的人 小编在这里给大家推荐一些知名品牌 大家可以安心购买 第一个是Simmons Simmons就是国内大名鼎鼎的 习孟斯床垫 已经有150年历史 其中 Beautyrest是它的旗舰系列品牌 在国内 习孟斯一词已经成为床垫的代名词 可见它的影响力有多大 它家的床垫质量好 性价比高 还有十年保修 第二个是Silly Silly是美国三大经典床垫品牌之一 它家一直都是全球床垫销量冠军 它的设计和制造都在业界领先 更是世界五星级酒店的指定床垫品牌 四连的终端产品最优 性价比最高 大约在500刀到2199刀之间 第三个是金可儿 金可儿算是乳胶床垫的首选品牌 采用荷兰进口纯天然乳胶 因此它家产品所具有的透气、抗菌、支撑、耐用的特性 都是其他家不能相比的 金可儿对于床垫的健康要求很高 因此也有了有利于脊椎健康床垫的荣誉称号 第四个是Temper 如果你想要购买记忆棉床垫 那么小编手推推荐Temper Temper泰普尔是业界普遍公认的优质记忆棉产品 也是美国航天基金会认证的床垫和枕头品牌 Temper泰普尔有三种床垫系列 泰普尔感温床垫 更加坚韧的感觉 泰普尔云雾床垫 更柔软的感觉 和泰普尔舒适床垫 比较传统的感觉可以任君挑选 第五个是苏达 苏达是美国的经典床垫品牌 一直以制造世界第一流的床垫为使命 专注于睡眠领域 它家的床垫能有效改善五大睡眠问题 让你实现夜夜好眠 美国床垫的大小大概可以分为以下六种 Twin Size最适合儿童 双层床或单人卧铺 Twin XL Size最适合高个子的青少年 单身成年人或空间有限的任何人 Full Size最适合年轻人 喜欢拥抱的情侣或访客 Queen Size适合至少 10乘10平方英尺的主卧 最适合喜欢翻来覆去 有多余空间的夫妻或成年人 King Size最适合放在宽敞的主卧中 至少12乘10平方英尺 最适合喜欢享受空间 或者与孩子同床的夫妻 California King Size 是市场上最长的床垫 如果身高不到两米 并不需要买这么大的床垫 因为它的价格比较高 也不方便搬运 美国的最有名的床垫专卖店 有Mattress Firm 它的门店很多 提供各种传统床垫和特殊床垫 床上用品以及其他相关产品 当然 很多百货店像Macy's JCPenney都有卖床垫的 除此之外 Costco 沃尔玛 Target等的床垫也非常不错 很多床垫品牌都有自己的实体垫 如果你有中意的品牌的话 直接去门店挑选肯定是最方便的 还可以亲自体验一下床垫的舒适度 不过美国的实体家具店或者床垫专门店的价格大多非常的贵 想要送货上门也要收取额外运费 疫情期间 不想耗费太多精力的小伙伴们可以选择在网店购买会更加省心 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 欢迎订阅关注我们 并且开启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最新的更新了 爱生活 让你爱上北美的生活 我们下期再见